前言 一般学者都看得懂 后学尽祝大家学到有成 都能成仙成佛 上善若水 道德经若水章第八 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 水善力万物而不争 处众人之所恶 故己于道 居善地 心善渊 与善人 言善性 正善智 适善能 动善时 夫为不争 故无由 上善若水 世人都想学善 今日无就来讲 最上等的善 到底是什么 那就是 水 了 为什么呢 不幸的话 我可用以下的比喻去分析之 水善力万物而不争 一 水的善德 在哪里呢 就是他利益万物 滋润万物 也不去真名 真利 真功 真大 处众人之所恶 故己于道 二 二 他处在众人 所厌恶又 悲下的地方 这就是他最接近 道 的作为了 居善地 三 他无论居住在什么地方 都能随处而安 真敬自首 心善渊 四 而且他的善德 渊生得很 几乎难以测量 为什么呢 因为他能够审静 又能和何万物之用 与善人 五 水师与万物 皆出自于仁爱之心 这就是他的仁慈 言善性 六 水本无言 可是无言之言 才是真言 更是信言 如朔旺的潮水 皆能适时而来去 这就是水的信言 正善志 七 水已滋润万物 就好比处理正志一样 欲热就升华成雨露 多余就流入江河 如此深深不息的现象 不就是水善于处理正志的表现吗 是善能 八 水在行事方面 又能尽其所长 如行周度伐 滋润万物 煮饭 烧菜 洗衣 无不适水的善能 动善食 九 水在举动方面 很合乎自然的 如水流到圆的地方 它就变圆 流到方的地方 它就变方 阴晕的时候 它就会下雨 晴天的时候 它就升华 人如果能够像水一样 不违背天时行事 不妄作 不妄卫 不妄言 这才是学习水的善德 夫为不争 故无由 尤其水不与他物相争 所以他物也不会与水相争 这就是水以 和 的表现 所以如果人能够学 水 的涵养 与和其 自然也不会有错误之分争了 请继续观赏第九集 为人的道理 道德矜持 银章第九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